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以尊重母语 学习语文 独立思考 培养任性为宗旨 是全国顶尖的青少年文学创作评选活动 十几年来发掘了一批的文学新星 去年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首次设立香港赛区 圆满完成比赛 而今年我们的鲁青奖 也是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 成立25周年的认可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活动 发现并培养更多优秀的 香港青少年文学创作者 进一步弘扬鲁迅先生的民族精神 让更多的青少年 亲近母语热爱文学 希望香港赛区会办得越来越好 在文学文艺上 更深入地陪护着青少年成长 成为香港新时代的接班人 最后特别感谢香港各区校长会 优才及专才协会 及大工文会新闻中心的支持 同时希望香港的同学们 在下一次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的赛场上 取得更好的成绩 鲁迅先生与香港有很多的不解之缘 1927年 鲁迅先生曾经三次来到香港 其中二月的那次呢 他就连续两天在上环 一个叫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大楼 做了两篇的演讲 第一篇叫做无声的中国 鲁迅先生说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 用活着的白话 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 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大胆地说话 勇敢地进行 忘掉了一切厉害 推开了古人 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只有真的声音 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必须有了真的声音 才能和世界的人 同在世界上生活 而这段话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港 举办香港青少年文学奖的初心 我们也期待 在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 未来你们能够继续在 鲁迅文学奖的感召下 继续地写下去 创作出散发青春光芒的文学作品 我们也期待在这些作品中 看到真实 真诚 希望在这些作品中 看到香港 看到中国 看到那份深沉的爱 我们也期待明年此时 我们再相聚 聊一聊文学 谈谈变化 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我们再回头 就能从大家的作品中 能够看到 21世纪 20年代的香港 也是我们大家都 共同参与的香港 这也就是文学的力量 也是写作的力量 鲁迅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 自想家 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 我们知道他热爱社会 民族和国家 他的作品都关心人民的生活 和国家的发展 很值得新少年阅读 教育局一向是非常重视 国民身份认同的 在中小学的七个学习宗旨 一向里面就是有 国民身份认同这一项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加深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一个 欣赏的 建赏的力量 创作的力量 各位同学 我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秉承鲁迅的精神 传承中华文化 实践自我价值 成为对社会有承担 对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怀的新一代 终观这期副展作品 无论在数量上跟本级上 比上一期都有大大的提醒 同学们的题材开阔了 内容更具深度 文具水平 更可读流畅 日子月将一年 普林 мам多野 走 吴迹 许腐 恋 学心 课 《孙8 Ji 非常荣幸能在第十三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香港赛赛区的比赛中获得奖项 今年是第二屆香港赛区的比赛 衷心感谢大会持续为我们提供平台 让我们得以参加这个全国性的大型文学创作活动 加深了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促进了我们对内地与内地的文学交流 国家十四五规划干扰 里面明确支持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我们接下来是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和全港 以至是和全国的朋友一起分享书法的经验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书法的心得 除了可以更加有助提高中国书法的水平之外 也都相信能够我们可以将这项中国的传统国税 可以全揚开去 我们亦由马地加工学校 是一所非华语学生的学校 所以这个活动是对于他们来说 一个很大的鼓励和一个很大的支持 令到我们学生可以认识到老讯 还有可以接触更加多的中国文化 我叫Hap Satu 中文名是杜西元 我是雷云雷雅人 我读邮马地加工会学校五年级 大家好 我叫Peter 我的中文名叫我比德 我的父母是波兰人 我读邮马地加工会学校六年级 我们很开心可以参加这次的老讯 青少年文学奖书法比赛 令我们认识中国著名文学家老讯 和练习中文书法 这次的作品一共有1068份 我们选出来的是有90份 其实能够坚持写书法 无论硬笔还是毛笔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希望鲁青香港这一方小小的舞台 是助力各位年轻朋友们 搭建走向未来更广阔人生的舞台的前站 而这也正是我们鲁青活动 以尊重母语 学习语文 独立思考 培养任性为宗旨 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 加强香港青少年历史及文化教育 促进本港青少年与内地青少年的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 智力宣导并培育青少年成为 具有社会责任 国家观念 香港情怀和国际事业的 新一代爱国者的初心 在此借用我们要衷心格眼中的两句 与科技结盟与文艺结盟 送给在座的所有获奖者们 希望文艺和科技成为各位未来一路飞翔的翅膀 不复青春 不复昭华 不复时代 期待与各位明年代相见 明年代相见 明年代相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